好我们刚讲到的花莲县的副县长张志明 昨天晚间呢他就说会在这个今天呢宣布退出国民党 并且会以无党籍的身份来投入年底花莲县长的选举 他说呢与其到时候托党来参选然后被开除党籍 不如现在呢就先退党来表达参选的决心 国民党花莲县长初选落幕 由花莲县政府参议杜丽华出现参选 不过受到云林效应 当初退出初选的花莲县副县长张志明 晚间传出将退出国民党参选到底 张志明参选后让花莲县长宝座的争夺战更加激烈 包括代表国民党参选的县政府参议杜丽华 花莲县生跟多年的立委傅昆奇 加上现任副县长张志明总共三组人马 对于党内初选一下子喊咖一下子又重新启动 张志明相当不能谅解 张志明还预告将在30号举行退党记者会 说明参选县长的理由和决心 张志明表态退党参选到底让国民党一个投两个大 继袁林立委补选失利之后张立燦退选引爆党内危机 接下来包括台东新竹南投花莲等县市都有多人参选 如何摆平各方势力固守蓝营既有优势 考验即将接党主席的马总统 中文学院吴博一宅宣台报道